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比如说他在蓝田师范学院当教授的时候呢 就受到学生的喜爱和推崇 他最终是以暴人著称的 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他的暴人生涯的呢 嗯 是这样 1945年11月呢 不到40岁的楚安平创办了客观周刊任主编 楚安平呢 希望客观这本杂志啊 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 他说呢 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 他还说 编辑不同人每周聚会一次 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 并传阅自己写的还有外来的文章 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 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 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 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 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 他还说呢 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做无保留的陈述 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 其权扔在作者 其间绝不至于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 我并且愿意在此郑重声明 客观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 每一篇文字的文则都由各自作者自负 这是他的办报宗旨吗 这至少是他们办报的原则吧 传评还说呢 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 它是绝对公开的 只要合乎客观的立场 无论看法和编者是不是一样 都愿意刊载 同时呢 也说明 凡是在客观杂志发表的文字 内容所表达的态度 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 嗯 37岁的时候呢 对政治颇有见地的传评 应邀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讲授比较宪法 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 同时呢 还创办了另一本半月刊杂志 观察 这本杂志有些什么内容呢 观察杂志呢 是民国最为成功的大型知识分子杂志之一 他的成功呢 主要在于他的经营和他所持的立场 传评呢 对当时的读者群有一个成功的定位 在立场上呢 观察始终坚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不参政但严正的立场 观察的创刊风格呢 参考了英国的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呢 在英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啊 扮演了一个真扁实弊的角色 正因为有了在大学期间的这种新闻熏陶呢 加上客观和观察的铺垫 传评在新闻传媒上 可以说是大展拳脚 越走越顺 他也成了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业者 他办的这些刊物 是否也能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呢 没错 真起了这种作用 传评的政论文字呢 思路清晰 语言犀利 很有一番指点江山 真扁实壁的味道 所以呢 也成了当时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面旗帜 对 他办刊物的风格是比较鲜明的 嗯 没错 值得一提的是呢 观察创办时期啊 正好处在国共内战时期 观察呢 能够在当时创办成功啊 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观察创刊原则是 独立 无党无派 观察 主张以民主 自由 理性 公平 独立 客观的理念办报 换句话说呢 就是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以及出版自由 其实做的呢 也就是根据局势 进行批判和解读 他的这些观点 会不会像当今的中国一样 驻雷区呢 哎 经常有 传平和他的观察杂志呢 经常触动民国政府 也曾经呢 对民国政府进行过 毫无掩饰的批判 这也正说明 当时的政治氛围啊 跟今天相比啊 要宽松太多了 最起码观察杂志 能在那个时候 正常的创办 开展业务 你就想吧 这样的杂志 在当今中共治下的社会啊 一天也存活不了 那是那是 不过他的这些做法 有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呢 也确实有一些反响 1947年10月25号呢 他出版的第三卷 第九期 刊登了 楚安平写的专论 凭普利特的偏私的 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这篇文章呢 由于批评了 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 普利特的对华政策 并且呢 激烈的批评了 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 引起了国民政府 还有蒋介石的不满 那楚安平在言辞上 有所收敛吗 没有 楚安平多次的报人 经验告诉他呢 这次报人的生涯 也许就此要结束了 所以呢 他索性拿出文人的勇气 在7月17号出版的 观察第四卷 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 发表了署名文章 政府历任指向观察 这里边说呢 假如观察被封 请大家也不必惋惜 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 被牺牲了的生命 不知已有多少 被烧毁的房屋财产 也不知已有多少 多少人的家庭骨肉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 被拆散了 多少人的理想希望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 幻灭了 这小小的刊物 即使被封 在整个的国家浩劫里 算得了什么 朋友们 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 面对现实 面对迫害 奋不顾身 为国效忠 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 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 方式尽管不同 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 是永远不变的 他的言论还这么犀利啊 是 他不怕政府封口啊 有意思就在这 连楚安平都没想到 他祭出这么严慈激烈的一篇战斗西文以后呢 竟然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没事啊 是 所以后来楚安平在中国的政局这篇文章里说呀 老实说 我们现在争取自由 在国民党统治下 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 假如共产党执政了 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是啊 他还说呢 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 要知道 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 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 就统治精神上 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 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 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纷争里 共产党高喊民主 无非是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 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而言 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 而绝非民主 他说的真是啊 就是啊 不过呢 也许是命中注定 楚安平在中国的政局开篇就提到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 多年以来 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 对于共产党的内情 我们自己承认所知不多 所以呢 正像他这段话所说的 没法看清马克思主义和中共邪恶本质的 楚安平呢 最终一个大义 成了毛泽东清算一己的牺牲品 他怎么成牺牲品了呢 这个呢 说来话长了 咱们得先从头说 观察报刊 在当时中国民主运动里边呢 影响非常大 特别受人的欢迎 定刊数呢 也从创刊时候的400来份 上升到后来发行的10万05千份 在全国许多地区 包括台湾都有航空版 被打成右派的社会民族学者费孝通 曾经说过 观察及时提供了民主论坛 一时风行全国 光明日报社长张伯军 也对他的女儿说 国共内战时期 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 观察杂志都有报道和思考 所以呢 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 都爱看这个杂志 谁要想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 楚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 所以下面你看哈 当时这本杂志这么受欢迎 这也是后来中共极力争取楚安平 让这块响亮的牌子 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原因 对对对 观察创开两年以后呢 在1948年12月24号 终于被国民政府查封了 怎么被封了呢 原因也是非常复杂 当时的国共内战时期呢 各大自由爆开啊 积极发表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意见 还有看法 可是呢 鲜有对中共进行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人都和楚安平一样 对中共的了解啊 只是凤毛麟角 也就是说 根本不了解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呢 观察的投稿人和撰稿人身份啊 也非常的复杂 有国民党人 也有中共党员 还有地下党员 楚安平对这些呢 并不看重 也就是说 他客观上 已经成了中共的发声筒 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呢 蒋介石下决心 关闭了观察周刊 他们关闭观察 有什么具体的理由吗 有这样一件事 1948年10月出版的观察上呢 发表了一篇 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 徐怀战局的变化 这篇文章里头呢 讲述了战争里边的一些具体内容 这篇报道的特约记者呢 叫张金钱 他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 这人呢 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官 所以呢 早年跟随周恩来到延安 在抗日大学任教 后来又到了新四军 叶挺的教导队 在晚南事变之前离开的 楚安平当时觉得呢 观察的读者呀 一定非常想了解 国共内战的情况 于是呢 找到张金钱 希望他能给观察 写军事通讯 张金钱对楚安平说呢 你约我写稿 如果内容分量重一些 你敢登吗 楚安平回答 只要你敢写 我就敢登 他真登啊 是啊 张金钱在给观察 写了几篇稿以后呢 在一篇稿里边 提到了一些战争的 实际问题 蒋介石认为呢 这篇文章涉及军事机密 于是抓捕了杂志社的 7名相关的工作人员 当时呢 还对张金钱 发出了通缉令 楚安平因为没在上海 所以没有被捕 但是呢 观察杂志 却因为这个被插封了 原来是触及到了 军事机密呀 是 1949年10月呢 中共通过投机 窃取了抗战成果 成功的夺了权 刚开始站稳脚跟的中共呢 积极拉拢 当时在社会上 有威望的各界名人 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 做陪衬 楚安平呢 当时正好在北平 又是当时的名人 自然也就成了中共的猎物之一 嗯 那是 中共建政以后的第二个月呢 曾经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 就给周恩来写信 希望批准复办观察杂志 而且他建议呢 请楚安平再次担任主编 周恩来呢 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所以在1949年10月1号呢 中共让观察复刊了 楚安平呢 又回去当了杂志的主编 这下传评又可以施展他的拳脚了 哪有那机会啊 为什么 在中共的领导和控制下呢 副刊的观察杂志啊 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观察了 当时的文章呢 多以邮寄杂感为主 登的呢 也竟是些歌颂的词句 言不由衷 根本见不着时评 民国政府时期那种战斗习文 淋漓畅快的批判的文章啊 已经完全成为历史了 那传评怎么做啊 失去了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怀 环境呢 楚安平再也不能像民国时候那样 独立发表见解了 他也根本没有办法 斟贬实弊为民主发声 楚安平也发现 自己只能是奉命写作 无可奈何 复刊后的观察呢 发行量一落千丈 直接订户 连三千都不到 这个杂志呢 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独到风格 背离了他创刊时的初衷 这么少的读者啊 那观察能撑得下去吗 撑不下去 中共也有办法 什么办法啊 1950年的5月份 中共把观察改了个名 叫新观察 这样啊 是啊 而且这个杂志不光是改名 连主编都换了 中共安排杨庚做了新观察的主编 杨庚呢 在1938年加入了共产党 来自于四野新华总社 这刊物呢 这刊物呢 就完全被共产党接管了 调杉庚平任出版总署 新华书店总店的副总经理 这么一个虚职 而且呢 这回的新观察副刊 也只挺了六个月的时间 这么短命啊 是 观察中刊以后呢 杉庚平先后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 中央出版社总署发行局副局长 不过这时候的杉庚平呢 已经完全没有机会 把自由的声音带给大众了 表面上看 他还是备受尊重 担任要职 实际上呢 后来给他的中共宣传部副部长 第一届人大代表等职务呢 都是虚职 中共用这些虚弦呢 给杉庚平编了一个笼子 实际上是把他扼杀在里面 那杉庚平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变化呢 有啊 敏感的杉庚平呢 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 而且呢 耿直的杉庚平开始反抗 中共哪能允许人反抗啊 所以呢 杉庚平的反抗 也成了中共不能容忍的事情 也是从那儿 杉庚平的悲剧正式开始了 杉庚平发现自己被封口 开始极力反抗 想继续为真理发声 他的努力能奏效吗 中共会还给他言论自由吗 好的 听众朋友 这期人物百家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下一集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著名暴人 楚安平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